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郭正良委員 黃偉翰先生 賴斯堡委員 徐曉欣議員 曾憲瑩臺北市議員參選人 大家好 英國女王辭世 蘇格蘭又在掀起獨立的聲浪 一直想獨立 有沒有英國 英格蘭 蘇格蘭 蘇格蘭 愛爾蘭 威爾斯對不對 蘇格蘭現在想獨立 我有朋友剛好 我大學入妹 在美國跟她兒子在玩 在英國玩 從美國到英國去 說在愛爾蘭那邊 大家好高興 你會覺得說女王死了 高興 愛爾蘭高興 我本來以為說 以前北愛愛爾蘭打得很厲害 我以為是這麼多年以後 應該化解了 沒有 不可能 那邊還是高興 就是你英國女王 我至少我去看 好像英女王也沒有對愛爾蘭 做什麼不好的事 但是還是恨 所以政治上這種冤仇 疑解不疑解 一旦結了以後 幾代都化解不了 你從愛爾蘭就看得出來 好 那蘇格蘭也要獨立 他之前才做過獨立的公投 2014年獨立公投 現在說要再主張 特別是英國脫威以後 他也想要脫英 另外大英國協也鬆動了 本來很多人都看 女王的面子繼續幹 繼續留在大英國協 現在覺得我幹嘛要推這個 他23次做我們的軍王 所以澳洲 亞美加都想分手 澳洲是大國 都想分手 我們看大英國協 有56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組成 叫大英國協 非洲21個 中南美加勒比海13個 太平洋11個 亞洲8個 歐洲3國 其實這54個裡面 大部分都是共和制 只有14個還把英國軍王 當成國家元首 所以被稱為大英國協王國 大英國協還有大英國協王國 哪14個還把英國王 當成他們的王 有安蒂卡 巴布亞 澳洲 巴哈馬 貝里斯 加拿大 格拉達 亞美加 紐西蘭 巴布亞 紐吉內亞 聖克里斯多夫 尼維斯 聖路西亞 聖文森 格瑞 納丁 索羅門群島 圖阿魯 還不少是我們的友邦 三聖跟圖阿魯是我們友邦 滿多是我們友邦 我們友邦不多了 都掛女王的上天在國會 其中安蒂卡及巴布達總 已經宣布三年內要公投 要不要改制共和 不要變成君主 然後巴哈馬 亞美加也在考慮 澳洲也出現變更國體的呼聲 這些國家裡面 比較大的是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 算是比較大的 所以看起來答應國協 人家也想脫英 也不想跟你搞一擊 英王第一次國會演講 說維護憲政原則跟保衛自由 是焦點 是重點 廢話 當然他如果不違規憲政原則 他就下台了 當然要維護憲政原則 否則王室就被取消了 他說健康量 不過已經很久了 所以香腸脂 手指種種的像香腸一樣 有沒有 鴨鴨鴨 所以被叫做Sausage finger 據說是2012年其實就已經發生這種情況 他就自己自嘲說我的手是香腸手指 從2012年就有這樣 也這麼久了 另外他個性脾氣不好 從小大概嬌生慣癢 對用人都態度不好 他桌子不知道沒有整理好 他咬牙竊齒有沒有 吃牙咧嘴 被畫面被曝光了 這是幹什麼 大概生氣 來 我們看一下 關乎迎接查爾斯三世來到蘇格蘭議會 與議員們一同哀悼女王離世 蘇格蘭首席部長史特基哀悼女王 同時也說會對查爾斯三世忠誠 但是也是他提出 蘇格蘭要脫離英國的獨立公投 明年10月份二次投票 不只有蘇格蘭的獨立公投 還有以英國為首的大英國協王國 有不少國家也不想再奉英國軍王 為名義上的元首 包括紐西蘭澳洲都有出現要廢除 君主制邁向共和的聲音 儘管紐西蘭總理否認 短期內有脫離打算 但是像加勒比海的小國 安蒂卡及巴布達就拋出了 三年內會針對是否邁向共和制 進行全民公投 女王統治期間的大英國協王國 可能崩解 過去的大英國協王國 可以保障於英國的貿易文化交流 有優惠待遇 但是這項優勢在英國加入歐盟後 逐漸消失 現在英國又脫歐 經濟自身難保 再加上查爾斯三世的領袖魅力 恐怕遠不及女王 可能更難留住成員國 老闆 這個查爾斯三世是怎樣 那個sausage finger是什麼 那有病 而且是全身性的病 到底是哪一種病 我不太能夠確認 不過指頭像那個樣子 是一定有病 你看我的手指多漂亮 對不對 那是這樣 我認為從 從日部落的大英帝國 妥協到50幾個會員的大英國協 有災一日變成英倫三島 最後我覺得不可避免的 會變成只有英格蘭 這個小部分 這是沒有辦法抵擋的趨勢 而且你現在母國 既沒有資源可以提供給他們 但你這榮光也不能溶罩他們 他沒有辦法 沒有道理留在裡頭 而且又會由大國先離開 你看加拿大雖然是國際的一份子 但是加拿大國際已經改了 他不再有鐮刀 米漬型的那個 他現在完全是楓葉 英國的記號拿掉了 對 記號拿掉 還有澳國的國企 也已經公投好幾次了 他們有六 七個選擇 海莫綜藝是不曉得要選哪一個 女王漂漂亮亮的 站著郵票的一腳 站著她紙鈔的一腳 大家還勉強看著玩 現在你Charles 34 也要我的郵票的一腳 是你這個老家伙 這個我解的時候大家覺得可以免了吧 所以大家如果好和好善 那你英國王室曉得 這個是逃避不了的趨勢 那就讓他走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結果 現在有人不是只要離開 還要算帳 他說你當年是我的宗祖國 是我的殖民國 你從我這個國家裡頭 幾十年幾百年 你博卸了多少 他們算一算 都上百億的英鎊 揚買家 對 都上百億的英鎊 你只要有一個國家這樣做 大家都會跟 大家都會學 這算來算去就好像 現在很多天主教國家 都在算梵蒂岡的帳 因為這個很多快 很多南童的憲哥隊 都被神父欺負了 聽說這個帳一算 所有全世界天主教國家的 天主教的財產 通通化為獻招要賠 都賠不完 都賠不完 所以我覺得如果所有以前的 殖民地都來算帳的話 這個第二十三四 會說算了 算了 本人不幹 幾個月就下來 現在已經有人傳說 三個月有人傳說 有人這樣傳說 但是你看那個 他的第二個兒子 就好像 吵個漂亮男人 就走 哈利 因為他大概 他們也都曉得 以後做這個只有頭痛而已 並沒有什麼光榮 而且但是他們 我不太同意的 就是說你既然這個認知 有這樣的認知 但是你花的王朝的 王室的錢 也太不像樣了 對不對 你憑什麼花那麼多錢 如果要錢 香港可以要很多 英國以前每年 不知道從香港剝削了多少錢去 特別香港土地拍賣 一拍賣拍一堆錢 都給英國政府拿去了 所以另外你去大英博物館看 多少東西他在各地掠奪去的 那都還回去 絕大部分要還給埃及 對 埃及也很多 應該還回去 中國也不少也有 埃及很多 木乃伊什麼各種東西很多 來 郭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他最大的危機是 2023可能就會舉辦 蘇格蘭的獨立公投 如果 因為蘇格蘭 他現在增加一個原因要脫英 因為他想加入歐盟 而且上次脫歐的投票 蘇格蘭就是反對 他是反對 所以我認為這次成功機率真的有 因為蘇格蘭他有油 北海有田 所以他如果獨立出去 他的所得會比英格蘭要高 又想要跟歐洲 不要有簽證那些限制 所以我認為2023 2023如果他真的脫英成功 英國就自動瓦解了 因為連蘇格蘭都留不住 其他國家為什麼 還要奉你當國家元首 這說不通 奉他為國家元首的國家有15個 澳大利亞事實上舉行過公投 可是那個時候是伊麗莎白 所以沒有過 可是查爾斯真的沒有聲望 差太遠了 所以我覺得蘇格蘭公投是 關鍵 蘇格蘭公投在2014年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反對的55 贊成的45 這是2014年 最近因為蘇格蘭他想要再次公投 時間是明年2023年的10月19號 他連續做了6次的公投 民調之後得到了 贊成要獨立的人往上走 變48 反對的還是52 觀眾朋友要跟大家講一下我看法 我覺得這個事情 可能會因為人性的關係被劃解掉 英國女王在位70年 她從來沒有在Bamoro 就是在蘇格蘭的英國皇室的城堡當中 去任命任何一位首相 可是最近的特拉斯 她就是在那個地方唯一一個 所以女王的遺體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她有一個London Bridge Operation London Bridge 就是說女王死掉以後我要怎麼樣 白金漢宮發布了那個訊息之後 10分鐘之內唐人節10號要必須降半期 然後全國的這個教堂都要必須敲鐘 而且是要裹上皮革敲鐘 因為那是上中 70年沒有想過了 那個皮革都壞掉了 今年4月都在換了 為什麼 因為去年12月英國有個靈媒 全世界靈媒講話你可能都不要信了 這個靈媒很準 她去年12月就講說 今年查爾斯王储會變成國王 而且她講第二個之後 她只會當三個月 原因是因為她老婆Kamila 所以照這樣講現在是9月 會不會到年底就換成是威爾斯王储 為什麼老婆會影響她 因為她說她不是英國的女王 她不會是 對不起 她不會是英國的皇后 卡蜜拉不像是英國皇后 所以查爾斯會自己退下來 剛剛康哥給大家看那個 你去看那個影片 她因為一開始要來簽署 這是她第一次 人生這輩子要簽署 國王的宣言對不對 她桌上有放兩個 導播給畫面 她有一個墨水匣 跟一個簽字筆的筆夾 她就要求一上來 她就手這樣筆夾把它拿走 可是在旁邊那個四重關 等到她簽到了最後一個大份文件的時候 還沒有拿走那個筆夾 她就很生氣對不對 就大家講說做鬼臉怎麼會這樣 她可能不知道 她不會不知道 那個筆夾是威廉送她的 那個墨水匣是哈利 她兩個兒子說 慶祝爸爸要當國王 所以那珠子真的太小了 因為Davis有講 李美說她可能三個月以後要離開 你去看 女王因為她完全沒有按照原本的計畫走 她是從Barmorough這樣子 一路的開了300公里的車到愛丁堡以後 台灣時間今天 再坐飛機回到這個倫敦百進漢宮 再從班旗漢宮到西敏寺停舊三天以後 她都有規定十天以後才能夠國殤 所以是要我們台灣在9月19 9月18的時候 所以她在那個車隊的過程當中 很多蘇格蘭的那些農夫 把拖曳車整個拉出來 跟女王致敬 所以也就是女王的最後這一程 居然拉近了這個英格蘭跟蘇格蘭之間的距離 所以現在目前是52對48 會不會又化解了一點 又回到55反對 所以我不覺得明年 接下來你看到的是查爾斯嗎 對 但是 沒有 楊哥 你就不要聽懂我意思了 查爾斯你可能只看三個月 接下來可能變威爾斯親王 就是威廉王子現在叫威爾斯親王了 如果是他上來的話 明年的公投之前 如果是那樣的話 我覺得很難講 因為他跟他奶奶的這個意向 是比較接近的 這還是會有變化的 這有可能就是說因為要公投 又怕蘇格蘭跑掉 所以乾脆這個 讓給兒子 讓給兒子算 叫三四說 給兒子好 給兒子好了 也許 也許做兩個民調看看 到底誰當英國國王 不會跑掉 搞不好 有可能這樣 要ư了 所以 是 還可以 做一個大胸 有同一方面 如果你還要進去 我乾脆 好 有的 你 可能